繼續講到這個輔導過程 在這個輔導入門的輔導過程 就是怎樣去做這個過程 這件事是會幫助我們 能夠去幫助別人 我們不一定要做輔導員 其實傳福音都有很多輔導 幫人靈命有很多輔導 輔導和教導的分別是什麼呢 教導就是直接告訴別人 他需要做什麼 很多情況我們需要教導 就是那個人都願意的時候我們就教導 但是為什麼需要輔導呢 尤其是傳福音 因為他不想信耶穌 或者他有問題他不想處理 他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需要引導他 讓他知道有問題存在 還有你想不想找處理方法 你又不開心 你想不想處理到呢 你想不想活得開心呢 他想的時候 我就說你能看到自己的情緒問題 或者你不開心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然後先聽他講 他講了原意 譬如他說有方法 不過不夠有效 我們就可以問他 你想不想我介紹一些方法 讓你可以幫助你更加有效 處理生命 以及也可以告訴你 你想我告訴你 耶穌如何曾經幫助我 我自己如何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也是傳福音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都用心學習 因為真的要用心 用心去回應人 這個是不容易的 是困難的 其實最近因為我同時 在另一個神學院 是有教婚姻輔導 那你上網找葉穆斯 YouTube找葉穆斯 就有一個新的folder 叫做輔導的 如何輔導 這個playlist 這個播放清單 裡面都有一些示範輔導 不過那些是婚姻輔導的 都是你會看到 如何引導的 好 這裡我再很簡單地說 我們想幫助人輔導 用的方法 很多時候是用輕鬆得性的原則 裡面講到 這裡有七點簡單地說 第一就是 神充滿愛和能力 他凡事都幫到我們的 只要我們親近他 聽他說他一定能幫到的 第一就是神有這個能力和愛 第二就是 神很看重我們 所以祂很想幫我們 凡是愛祂的人 一定得到幫助 這些幾點 是會令到人有信心 亦都我們自己去實行 是不是真的 我們深信神 凡事都幫助呢 幫助的意思 不是一定 即時把我們想要的東西 即是那些困難 馬上拿走 譬如有個人說 我沒有錢 我信耶穌馬上有錢 馬上會來 神未必用這個方法 神是需要這個人去處理生命 也有時候 我們有些面對的人 經常傷害我們 那些人 神不會叫他們 忽然間消失了 神只是幫助我們 怎樣能夠不給他們影響 而裡面自己有平安 興省 就算他怎樣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背上身 我自己可以怎樣靠主 得力 得到喜樂 神看重我們 聽話的人 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一切就要加給我們 神為愛他的人 愛他的人 愛他的人 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聖經是說 神愛世人 但聖經是說到 神祝福那些 聽他說 親近他 愛他的人 不是好像神很自私 而是當人不親近他 是得不到他的幫助 心不開的時候 得不到幫助 就好像有些人信耶穌 但每天吵架 又不祈禱又吵架 那他怎樣得到神的祝福 他心充滿了憤怒 是得不到的 第三 就是神應祝福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信靠親近 遵從事奉的人 神是應承了祝福的 第四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學習 不要介意惡人 人不好是他的問題 他罵我都好 我不死得 他罵我 我不會變成 他說我蠢 我不會變成一個蠢人 他不喜歡我 不是代表我 就是一個可憎的人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但很多人是很難做得到 因為覺得 他生氣我 很大件事 因為我們的自我形象被傷害 所以我們很難接受 這就是需要學習 就是我們知道有不好的人 他說的話不好的時候 我有錯我認錯 但我不是錯的時候 我不用介意的 第五 任何環境都不能有難做神的計劃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無論經濟困難 身體問題 任何問題 神都可以幫助我們 第六 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聖經的思想模式 就能夠親近神而得到喜樂 因為很多人都是缺乏喜樂 怎樣有喜樂呢 是一定跟神有好的親密關係 神會帶來喜樂 第二就是清理垃圾 那些人的傷害 人的不開心 人的煩惱 我們放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一方願從神得力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 然後第七 我們可以選擇靠主起樂 選擇 擔心 只會破壞神的計劃 我們可以選擇 有些人經常都想 那些人不好 環境不好 我有什麼不好 經常都想這些 是很辛苦的 但我們選擇想神的事 一定會更加喜樂平安 這是我們輔導的 基本上想他們會跟從的方法 但因為人不是每個都預備好 所以我們不必教導 我們是引導 一步步去引導 進入這些聖經的教導 我們現在就講一講 輔導的過程 第一就是建立和受助者的關係 第二 聆聽 這是很難的 很難學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想著 一邊聽它 一邊想著要幫它 想著怎麼回答它 所以就沒有什麼耐性 我們耐性聽它 都是令到它覺得舒服的 一個很重要 被接力的 一種很重要的一步 而聆聽 我們需要真心看重的人 才會有心聆聽 然後引導它表達 我們可以重複說 它說我很傷心 我聽到你說很傷心 這是直接重複說的 有時可以用另一方說 有些人影響你 所以你就不開心了 就引導它 或者你覺得怎樣 你的心情怎樣 引導它表達 從初層次和高層次的同理心 就是 初層次的同理心 就是它說傷心 我們就回應它的傷心 我們感受 我感受到你的傷心 不只是知道 我們先知道 有感受 感受 感受就是什麼呢 我想像我是你 我會傷心 這個就是感受 雖然我們可能不認同 譬如有個人 譬如假設有個人 經常都想找女朋友或男朋友 經常都想這件事 那他經常都失敗 經常都失敗 經常都傷心 那我們的心就覺得 你這麼多次失敗 你不要經常都想男女朋友 你得不到 你只想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失望 我的心不認同他 但是我認同他在他的情況 他很辛苦 就是我不認同他的做法 而他的做法 他的反應也都是 他必然有不開心的 我們 就是我們就會說 如果是我 我就會處理生命 讓我不會經常這麼不開心 但是我認同 在他的狀況 他不會處理的時候 他是會不開心 我就認同這件事 這個是初層次同理心 高層次同理心 就是有時 根據他所說的東西 或者他有的表達 感受到他內心有其他 更加牽涉到他個人的問題 譬如說有個人經常都失戀 他可能會覺得自己 真的沒有人要的 沒有人喜歡的 是一個不能夠建立好的關係的人 變成他沒有表達出來的感受 或者對於他個人價值的影響 支持他 支持他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很想 能夠對你有支持 有幫助 能夠幫助你 這個過程 我一定會繼續幫助你的 是有出路的 就是讓他知道有盼望的 第六 就可以個人分享 這些步驟不一定全都有的 是根據情況 個人分享就是 我都試過有什麼情況 或者有人試過有什麼情況 我們可以幫助 第七 讓他盼望 讓他知道神想幫助他 第五個支持 第一 就是支持他個人 第七 其實有些類似 意思就是 神也想幫助你 你一定有出路 第八 引導受助者 有動力去處理他的問題 這個可能會問他 你想不想開心一點 你想不想處理那些不開心的地方 這樣問他 讓他引導他有動力 其實人人都可以選擇開心 有些人都有很多困難 不過他都慢慢克服到他開心了 這樣可以讓他知道 第九 引導受助者 分析情況和背後的問題 就是分析他正在發生的事 其實很多人發生的事 他不開心 不只是別人做到他身上 而是他自己怎麼看 他自己怎麼看這些問題 引致他有傷心 這樣找出背後的原因 第十 引導受助助者 有動力去處理他的問題 就是 你想不想處理能夠得勝 對質 不是一定要做的 有時做有時不做 英文就是confrontation 就是有時 譬如他 經常都盲目戀愛 這樣問他 你覺得你這麼多次戀愛 帶給你是開心 還是傷痛 就好像讓他反思 對質有強烈和柔和的對質 強烈的 你經常這樣戀愛 你怎麼會有好的結果 你隨意這樣戀愛 這個我們不鼓勵用的 我亦都說不好用 而是 當你這樣重複失戀 你覺得對你有什麼影響 你覺得戀愛是否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真的相信戀愛 想用戀愛來處理問題 是不行的 因為戀愛是會加增更多問題 因為男女相處很多困難 很多困難的時候 他心裡已經有很多煩惱 他希望有個男朋友 女朋友 安慰他 讓他很開心 但他經常有很多垃圾 那個男女朋友怎麼會喜歡他 不喜歡他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傷心 所以戀愛不是醫治的方法 這個confrontation 就是讓他引導他知道 第十二 跟他一起探討 處理問題的步驟 有些什麼方法呢 有時不是第一步 做到最後一步 有時第一步 首先如何令人平安 不受人影響 如何有喜樂平安 如何有力量 如何親近神 然後逐步逐步處理 由十三立約 你試試可否這樣做 有時不一定要寫下 譬如說 可否這個星期你試試去親近神 去處理你的問題 當你下次有人傷害你的時候 你如何處理 去問他要不要這樣做 重複告訴他 你現在答應了你這樣做 那你試試這樣做 然後計劃評估 就是以後何時回頭 再評估一下所做過的事 然後有時需要轉介級別人 或者終止輔導關係 因為不是永遠都輔導同一個人 那麼那個人應該學習到 就不是一輩子都在處理 一輩子都是輔導的 最終他需要自己 開始學習獨立 但有時有些情況 他始終是未成功 但就不是我們的範疇幫助他的時候 他需要轉介 有時轉介給醫生 轉介給牧師 因為之前有說過六點 我們今次說第七點 讓他盼望 讓他知道神想幫他 我們一起讀一下 押傷的奴毀他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等他施行公理 要公理得勝 這裡說到就是神 押傷的奴毀 其實 先看看 這裡沒有圖 押傷的奴毀 其實真的沒有人要的 押傷的奴毀根本 押傷的奴毀是沒有作用的 但是 神也不會將它截斷 張殘的燈火 就快要關掉了 但是神也不會將它吹飾 這代表什麼呢 是一些 整個生命都破壞了的人 整個生命都破碎 但是神也不是想他們破碎的 我想說過 這些全部的奴毀我可以傳給你們 還有網上有得下載 所以你不用一定 押傷的奴毀 不過你喜歡押傷的奴毀是可以的 我們讓他們知道 神看到一個人很軟弱也好 神永遠都是很想幫助 而且一定能幫到 怎樣困難都一定能幫到 只要那個人是全心說 我需要耶穌幫助 他找耶穌一定能幫到的 無論問題有多大 神也有能力 還有 受助者的任何正面的思、意念和動作 都會帶來好的果嚇 這一點很重要 當你正面想事情 神會幫我 那已經是進步了 但是很多人不是的 他經常都要說他 要做到多少好的事情 他還未做到 那你相信神可以幫你? 我相信 相信已經是第一步很好 已經在進步了 那你有沒有試過 讚美神得到平安喜樂? 有 你已經在進步了 你讚美神 倚靠神 又有喜樂 你已經在進步 你繼續做下去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試過有人罵你 然後你說 我都不用理他 有時候有些人 很親的人 我們被他罵可能難些處理 但你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 在偶然的場合 看到一些人罵你 有時候 譬如說 有時候 那些店舖的老闆 你不買東西 他都會罵你 試過 那你會不會盡快處理呢? 你會盡快處理 即是你懂得這個方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懂得 如果不讓他影響 你已經進步了 你已經進步了 這給人盼望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是聖經 時常這樣做 你留意 你看回聖經 尤其福音書 耶穌所說的 聖一 叫我們做什麼都帶著應許 譬如他說 你不用 祈禱 不用用重複話 因為 天父你未求之先 他已經知道了 神 你先求他的國 這一切就交給你的 神就會交給你的 聖經有很多應許 你可以用一個字 一個方式 我自己的聖經 寫了這個 應許就是寫英字 應該的英 用簡體寫 容易一點 裡面就是三點一畫 這樣就容易一點 反正有很多應許 這些應許是給我們力量的 我一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 我想也沒有想過這個恩典 神又會將恩賜賜給我們 神又會欣賞我們所做一切 這些全部都是應許 聖經有很多 你看耶穌的話 大部分都即時有應許 有時沒有 在其他地方都有應許 所以任何正面的行動 都是一定有好的果效 第八 引導受助者有動力去處理他的問題 就問他 你想不想以後開心些 你想得到醫治 你想不想有能力面對現在的問題 當你開心做人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你的生活會是怎樣 即是當你開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想像 你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你小時候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試過開心的時刻 你想不想做這樣的人呢 我們用方法去引導他 讓他處理 好了 帶領他分析整個情況 以及背後的問題 你覺得周圍的人 環境對你有多大影響呢 這些其實都是用引導的方法 為何用引導呢 用問問題呢 因為 你就告訴他 你知道嗎 經常都是人影響你 你太受他們影響了 這樣的時候 他只是覺得你教他 但當我們說 你覺得 你的心 是否 聽到別人說話的時候 是很容易被他影響呢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原因呢 你小時候 當時父母怎樣對你 以至你 是很容易人家說話 就很容易上心呢 用這些不同的方法去探討 他的內心世界 讓他知道 其實他是被周圍的人影響 因為他缺乏安全感 很多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說 那樣東西明明是讚他 譬如說 你這次戴敬拜戴得好 那他就說 那就是上次不太好 平時也不太好 不過今天戴得好 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 那就是平時不漂亮 那為甚麼他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他本身是太多傷害 他不習慣聽到別人的讚 他覺得讚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在說我不行 那這就是一個 他背後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需要引導他 而過程不讓他傷害 而時事被應許 很重要 那我鼓勵大家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在做輔導 怎樣呢 時事被應許人 就是當他一說 我想 立即告訴他 神就起熱了 神一定會幫你的 在過程中 時事都被他盼望 這樣他就會覺得 樂觀 覺得慈滅有盼望 有那麼多改善 立即稱讚他 那你覺得以往的傷害 有沒有令你更加容易受傷害呢 例如小時候受傷害 所以現在有人傷害你 你就很容易受傷害呢 你覺得有沒有甚麼因素 令你難以處理情緒呢 有沒有甚麼原因 為甚麼很難處理情緒呢 去了解這個過程 有時他自己會說 譬如有時他說 我經常都很難不想這些 我經常自動想這些 我便知道有這件事 他說得出來 我們便會立即稱讚他 我看到 原來你知道 你自己重複有這些情緒 你是知道有這個情況 那你覺得 你想不想處理 你有沒有試過處理 去了解他 有沒有嘗試去處理 好了 接著就探討處理 和解決的方法 我們可以怎樣面對難相處的人 那些人跟你難相處 在公司那些人 家人跟你難相處 那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 有時人用了一個客觀的方法 可能他會想到 那他可能會說 那我便不要這麼想他的事 那這也對 不過怎樣不想他呢 可能那件事他做不到 但怎樣不想他呢 我們可以問他 在困境之中 我們是否一定要煩惱呢 我們怎樣可以放下煩惱呢 是否一定要有人罵我們 我們便要煩惱呢 就要生氣呢 是否一定呢 你曾經用什麼方法 處理過情緒呢 有沒有效呢 那他說有 那我們便聽他說 那你覺得幫不幫到你呢 他說我幫到 不過有時候又不行 那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行 我們便去拆解了 你有沒有試過成功地處理情緒呢 你覺得你可以怎樣處理情緒呢 我們便問他了 試過 你試過 有沒有人罵你 罵完你之後 你都很快地處理到的 那你處理到 那你處理到 即是你一次處理 你第二次都可以處理到 那你繼續去問他 即是怎樣處理 探討的處理方法 傷害你的人有沒有改善的傾向呢 即是有些人罵你 他有沒有改善 這麽長的時間 譬如有些家人 他經常都喜歡罵人 他這麽多年有沒有改變過呢 你覺得 是否需要繼續 給他這些傷害你的人影響呢 他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都喜歡罵人的 那你是不是需要繼續給他傷害呢 你怎樣可以不給他傷害呢 那這個就是 幫他明白 他明白他周圍的人 其實很多人 為什麽繼續受傷害呢 因為他不明白周圍的人 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不接受到 為什麽有些人會這麽壞 這個世界是有些人 是好不好的 這個世界是很多人 是不好的 當他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他的心就不會有那麽大的期望 他就會放下他的期望 然後你曾經有會親近的時候 經歷一些平安興省 親近神的時候 你覺得親近神有沒有幫助 這個就是怎樣重臣得力 有些人不知道這是得力的 他說 他可能覺得唱歌就會很開心 但你有沒有試過 借美神 你想到神的美善 你會開心些 平安些 有 即是說 原來親近神是幫到你的 其實一個真心的基督徒 他總會有試過重臣得力 無論他自己思想聖經 他自己祈禱 他自己祈禱 他自己讚美神 或者一起讚美神 都可能有試過這些 平安興省的經歷 那我就告訴你 即是神會幫你 當然有些人更加會經歷到更多 譬如我自己每次我一騎親土 裡面就有喜樂涌流 我希望大家學到用的心靈祈禱 你也可以告訴他 我一騎親土 我都有喜樂 有平安的 有力量 是可以去到這個位置的 當你深信神愛 你會得力的 那你想學習其他處理情緒的方法 譬如他講了一些方法 那你想想學習其他方法 你想想我分享一些給你聽 即盡量用問題問他 你想想我告訴你一些可行的方法 那當對方想學習一些 如何處理情緒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可行的方法 那就是 受導者需要學習 他需要學習什麼呢 從神得到平安、喜樂、力量 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有些輔導方法都沒有包括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是基督教的輔導 所以一定是幫助他如何得到平安、喜樂、力量、幫助 這也是我們本身需要經歷到的 本身有這個經歷 我們才能夠幫到人的 第二 第二 如何處理情緒、思想和行為 所以我們本身如果想去幫助人 我們自己能不能處理我們的思想呢 譬如我們一邊想 哎呀很沒希望 哎呀很慘 哎呀很慘 全方真是很苦 那些人都不信 很淒涼 有些人會這樣想 那這個思想是否正確呢 其實耶穌給我們的思想是甚麼呢 祂說 是正負面思想的 那我自己呢 是 教育我自己 教導我自己 總是正面 總是正面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傳導人跟我聊天 他說有些人這樣說話 有些人這樣做事 我說不要緊 不所謂 他不會影響到我的 他說 你真的想得很正面 他為甚麼做一些事不好 你不給他影響 但我也想幫他 但我不給他影響 這是我選擇了的思想模式 我是選擇了 因為我會分辨 我分辨不代表我少看他 我只是知道人本性有很多問題 我知道人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期望 人會神職地變為一個好人 即他需要神去改變 他才會復漸改變 所以我在裡面 我接受明白人的問題 我不會在思想上被他影響 我也深信神很愛我 愛每一個愛他的人 一定祝福 所以我的思想經常都說 神是最好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神真的好 我要享受神 我起床就說 謝謝耶穌,耶穌真的好 我喜歡你,我感謝你,我歡喜你 其實我覺得 以神為樂 聖經就說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成隔在地的高處 即是說 我們祈禱 有一種很有效的祈禱 就是以神為樂 就是想到神的美善就忠言 我因為儲存了很多這些記憶 我不用想哪一樣東西 我已經喜歡神 我經常都保持 喜歡神的狀態 這便會幫助我的思想和情緒 我們需要幫助祂 我們的目的 我們可以幫助自己 然後我幫祂處理思想、情緒、行為 其實行為就是出自祂思想和情緒 好了 學習如何與難相處的人相處 我們總有難相處的人在周圍 我們不能祈禱神 你把這些人拿走 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清晰 如果不是總有不好的人 我們便如何學習和相處 祂不會拿走神的恩典 我只要聽神說 祂不會拿走神的福氣 第四 如何不讓人和環境影響 不讓人和環境有任何困難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帶領對方去成長 用探討 探討就是探討 即是好像不知道 我去探討一下 看看有什麼方法 引導 我知道有什麼方法 不過我引導他 引導他 讓他知道 其實不僅是別人有問題 你也受他影響 為何你受影響 因為以往那麼多人傷害你 所以你覺得 很多人都是不可靠 所以你很容易受影響 你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所以你受影響 以身作則 就是說 這個我們要小心 不要變成我們自己是一個專家 我現在很厲害 我們都說出我們的困難 我們神經試過怎樣困難 但我真的試過 靠著耶穌我不讓他影響 我真的發覺 可以不讓他影響 即是我們個人的例子 教導 有時都需要教導 有時我都會跟那個人說 我想在這個時候 告訴你如何親近神 但我就不會用 我就不會用那個 我就不會說 我現在教你如何親近神 我又說 告訴你如何親近神 這樣 讓他知道 有時我們需要告訴他 如何做 我就會解釋 怎樣用心靈 思想意志感情 去愛母神 去愛母神 怎樣放下煩惱 有時我會教導 當他願意的時候 我已經解釋了 他願意的時候 我就會有教導 鼓勵 鼓勵 有些人以為鼓勵是甚麼 你要這樣做 你快點這樣做 這不是鼓勵 這是吹逼 大家要分析一下 有些人 你鼓勵一下你兒子 你快點讀書 這不是鼓勵 這是吹逼 鼓勵是甚麼 你真是做到的 你有這個能力 我看到你有這個動力 你是會做到的 這就是鼓勵 就是告訴他 他做得到的 讚賞 就是他有做任何一件好的事 有這個心態 他已經是會改善的 他是能夠進步的 OK 這全部的文章 我可以傳給你們 OK 好 這次我們又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 我就問一下 有沒有人願意出來示範 輔導 我們就會做夢 讓人看不到 我們不會直播 讓大家可以看到過程 如果沒有人出來示範 我們就會分組去練習 練習的時候 就是好像一個例子 一個情況 有沒有人願意出來 即是說 我試試把我的情況說出來 然後我就去 怎樣去引導 輔導 有沒有一個人願意 自己出來 可以 可以示範給大家 因為 我示範給你看 是一個很好的 那個人可以幫助 第二就是大家學習的 一個最好的方法 之一 有沒有人想 你想一下 OK 好 多謝你的勇敢 我們在這裡 先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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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都不會上網 那裡就會 但我們涉錄就會 就會 整蒙 還有 上網 他不進鏡就可以嗎 即是你們在Facebook 他不進鏡 又可以 不過這樣又要整個 好 可以的 他可以 那裡都可以上網 他不拍到你 你不進鏡就可以 OK 好 麻煩你 給我一張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因為我們要少時間去設定 你看一看 應該是這樣 我錯過一些 因為他坐同一個層 同一個高度比較好些 只拍我這裡 那個手機又不拍 都不拍我 不拍他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 他的聲音在這裡就沒有 很難的 難一點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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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那個麥克風 Rachel 你開那個給他 Rachel 你開 Shirley 做別的東西 你坐吧 謝謝你 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能夠處理的 就是我們通常輔導處理的 就是你那個內心世界 就不是你那個環境 因為你那個環境的情況 是我們改變不了的 是怎樣幫你接受那個環境 所以你明白這一點 你想一想先 就是你哪樣東西想我在這裡示範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任何的回應